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搭载的物会进入到预定之轨道 可是火箭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国际太空会有一个惯例 就是火箭会落在一个预先设想的范围之内 什么叫预先设想的范围之内 很简单 地球人那么多 土地那么多 如果今天这个火箭往地球坠落的时候 它掉的地方是在有人的地方的话 那会造成人间炼狱 人间浩井 你想想看 假设你在家里看电视 看电影 忽然一个火箭从天而降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死伤无数 对不对 所以各国在处理火箭的时候 废弃火箭的时候都会有个默契 就是说能够在事先的计算跟事先的规划的时候 就让火箭坠落在一个安全的无人海域 可是这一次中国的长征五号火箭 竟然闹一个大笑话 没有人知道它会坠落在哪里 整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子 中国的长征五号B摇二火箭 在4月29号的时候搭载中国太空站天河核心舱 从海南省的火箭发射基地的发射升空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因为现在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国家 或说主要的国家都有所谓的国际太空站 什么叫国际太空站 我们都知道在地球的轨道外面 会有一个国际太空站就是说各国会打发射火箭 让太空人到国际太空站里面去进驻 进驻国际太空站的过程中 可以去做非常非常多的科学研究 或者是外太空的观察 这就是国际太空站 可是我们知道世界上主要的太空强权国家 包含美国 包含欧洲 包含俄罗斯 甚至包含现在的中国 并不是每一个主要的强权国家都有国际太空站 像美国就没有国际太空站 美国为什么没有国际太空站 很简单 因为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后来评估发现说 国际太空站你要维护它的成本太贵 所以现在美国的太空人 进到国际太空站的过程中 进到国际太空站 都是去跟俄罗斯去借用俄罗斯的国际太空站 非常非常贵 一个太空人的费用是7500万美金 非常非常贵 可是对于美国NASA来说 这样的我一个一个跟俄罗斯去租 这个国际太空站的名额 也比我去维护一个国际太空站的成本来的低 所以现在以美国为例 他都是不断去跟俄罗斯借 跟俄罗斯借 但在中国的角度 他忽然就想到 既然美国没有国际太空站 如果我中国做出属于自己的国际太空站的话 中国不就是扬眉吐气吗 不输美国人 所以中国现在就一直希望可以做出所谓的国际太空站 那国际太空站是怎么做出 你可以想象 一个国际太空站在外太空中一个庞然大物 他不可能说一次打一个国际太空站上去 他有点像是乐高积木 一次打一部分 然后打一部分之后进入到预定的轨召后 第二次再打一部分 第二部分会跟前一个部分去对接 对接后他们等一下都积木或都乐高 把它组装起来 所以一个国际太空站可能打三次 打四次 打五次 打好几次 然后把各个不同的零部件 把它兜起来 组装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太空站 那这一次4月29号 长征5号B摇尔火箭 它打的是中国国际太空站的核心舱 什么叫核心舱 就是中间那个最大 就是给人生活 做实验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盾位非常非常大 那这个因为它的盾位非常非常大的原因 这个长征5号B的摇尔火箭也非常非常大 大概有21吨 30公尺这么长 所以说也非常非常大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大家看 这个所谓的长征5号B摇尔火箭 在4月29号的发射的画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长征5号B摇尔火箭 在做所谓的倒数计时的画面 其实这个倒数计时的画面 当然我们在很多电影上看到 都看过你看都是1987 然后倒数计时到最后1的时候 火箭就开始发射 可是其实你要看 这个长征5号B的摇尔火箭 它整个摇尔火箭的过程中 困难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发射的过程中 所以说其实你看 第一个是发射 它在发射成功起飞之后 整个中国的国际 中国的太空总署 其实是没有什么欢呼的 一般来说其实我们看这个电影都知道 发射完后只要出大气层 大家就开始欢呼 可是你看 现在开始发射完之后 左下角的萤幕 其实有做倒数计时 有做计时的动作 什么叫计时的动作 因为其实从现在开始到492秒 都是很关键的时刻 因为这个火箭其实是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说 这个长征5号火箭发射 发射完之后 透过四个推进器 将这个主体结构送入这个滴地轨道 所以其实这次发射过程 我们看到它一直往前跑 一直跑 往前跑 最关键是在492秒的时候 在492秒的时候 才是最关键的时候 所以说你现在可以看到 对于他们来说 去做监测 你看 右下角其实就是中国的太空总数 其实你看 大家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因为在他们的规划里面 在492秒的时候 才是关键期 为什么492秒是关键期 因为这个才是所谓的 里面的核心舱跟长征5号 你看 长征5号脱离的画面 你看 在492秒的时候 你看 准时脱离 确实脱离的时候 你看 下面的这个中国的太空总数 才开始爆起这个欢呼之声 你现在看到这个萤幕右上角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所谓的核心舱的部分 所以其实整个画面 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从一开始的发射 然后发射的过程中 让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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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整个大气層 到了所谓的滴力轨道 到了滴力轨道后 这个核心舱跟火箭 脱离的时候492秒 才能确保整个所谓的 太空任务成功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 这个所谓的核心舱 现在正如中国的预期般 就在所谓的滴力轨道上 去做漂浮运行 所以你看 现在中国整个航天里面 每一个人都欢心鼓 仿佛达成一个重大的任务 而且这个所谓的核心舱 因为在滴力轨道 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 未来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把其他领柱箭 一个一个打上去 然后跟这个核心舱 做对接的动作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画面 其实即便是我 站在我的角度来看 都非常非常觉得说 很振奋 因为其实旁安大物 你要想想看 这个火箭这么大 30公尺 21吨 载上去 而且可以如预定的时间 跟预定的地点 进入到预定的滴力轨道 然后把这个核心舱丢出去 对于中国来说 坦白说 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成就 所以在这4月29号的这几天 整个中国 尤其是军事迷 太空迷 或是科技迷 都陷入到一种狂喜当中 甚至狂喜到什么程度 非常非常扯 这个是中国的政法委 你看 这个是中国长安网的部分 你看 中国长安网的政法委 甚至在他们的官方微博 贴出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是中国点火 这是印度点火 中国点火是把长征5号 逼得摇尔火箭射到外太空 让这个所谓的核心舱 在外太空 可以变成中国所谓的国际太空站 可是印度点火 竟然是烧尸体 它在讽刺什么 印度单日新增 确诊超过40万例 中国长安网 中国长安网是什么 其实就是中国政法委的官方网站 所以说非常非常扯的状况 产生就是说 整个中国内部 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狂喜的境界 认为中国终于能够平视西方了 可是悲剧在这个时候 来临了 悲剧为什么来临 后来因为这个所谓的 我们刚刚谈的核心舱 确实在滴滴轨道中 顺利的运行 可是搭载核心舱的长征5号B的摇尔火箭 既然被美国 甚至是世界各地的 非常非常多的科学家 都发现这个长征5号B的摇尔火箭 正在不受控的往地球坠落 这东西引起整个天文界的震撼 也引起非常各国 所有国家 包含美国 包含欧洲 包含甚至包含台湾 国安单位的重视 因为你要想象 这个长征5号B的摇尔火箭 如果不受控的 坠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密集之处 台北 台中 高雄 纽约 LA 甚至是英国 伦敦 法国 巴黎 这会造成多大的灾难 所以非常非常伦敦都批评 中国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社后不理的行为 什么意思 正常状况是什么东西 美国的火箭 在所有火箭发射完之后 成功完成任务的时候 会有第二阶段 所以说其实以长征5号B来说 它其实是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成功发射 第二件事情是 把这个上面的所谓的核心 常常送到滴滴轨道 指定的轨道高度之中 第三件事情 第三阶段是什么东西 第三阶段 那个火箭的引擎会再次启动 引导火箭到无人的区域 重返地球 简单讲 这个火箭坠落的地点 在事先在地表上 都要先计算完 所以火箭到高空之后 把你要的核心 送到滴滴轨 然后火箭的引擎 火箭推动机会再次启动 再次启动 把火箭推到一个 既定的范围之间 然后让火箭 在原本的计算条件 这样自然坠落 坠落下来之后 它会坠落到一个 预定的无人区 这个东西才是完整的步骤 可是后来他们发现长征5号竟然在整个外太空 在无人引导的前提之下 不受控的各种漂浮 所以外国专家研判 长征5号B的摇摇火箭 并没有包含第三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说 设定到安全降落的位置 那站在美国的科技来说 他们现在在所谓的安全降落 可以降落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是Spec X 在2016年4月9号的画面 我们现在看到是Spec X 2016年4月9号的画面 你看这是火箭降落的画面 这个时候是Spec X 第一个成功的回收火箭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 火箭非常非常稳定的 调到一个预定的海上平台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简单 因为对于伊隆马斯克来说 他一直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 火箭不只要回收 而且回收之后还可以再利用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能够做到让火箭回收 不只是掉到自由落体到海里 而是在回收的过程中 就是说降落的过程中 可以安稳地降落在回收器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伊隆马斯克就不断不断地试验 在2016年4月9号的时候 Spec X的猎鹰9号 他在推进 他送到一个卫星 送到外太空之后 送到轨道之后 这个火箭就开始降落 这个火箭不只降落在 他们预定的范围内 而在降落的过程中 竟然自主地不断不断地 引导自己的方向 最终他降落到目的 精准到就像我们刚刚看到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平台之下 而且他降落过程中 是垂直降落不是头下脚上 而是头上脚下 垂直地降落在预定的海上平台当中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 站在伊隆马斯克或是站在美国 现在的科技规格 我现在不是讲2021年的规格 我讲是2016年的规格 2016年规格的时候 伊隆马斯克就可以做到是 火箭打上去的时候 在滴滴轨道把卫星丢出去 丢出去的时候 接着火箭开始去做所谓推进动作 推进动作后到预定降落轨道之后 火箭开始降落 降落过程中火箭开始修正它的角度 修正到最后火箭是垂直降落 脚下头上垂直降落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海上自主接收屏 无人平台都上去之后 这个无人平台可以在自己遥控到 把回收这个火箭 接着伊隆马斯克2017 2018 2019年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 它的火箭因为可以回收 所以现在可以做到非常非常低成本的 打出去回收 打出去回收 然后再打出去 再回收再利用 回收再利用 回收再利用 所以伊隆马斯克现在可以做到 非常非常低成本的 把卫星打到外太空 最新是连我们台湾都有卫星 借助伊隆马斯克的SpaceX 打到外太空去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科技 跟你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状况是 中国把一个长30公尺 宽5公尺 重21公顿的火箭 打到外太空 可是它不只 不要讲说要求它做到像伊隆马斯克 可以精准的回收到一个平台上面 它甚至中国完全不知道 它可以回收到哪一个地方 甚至对中国来说 它能够掉到哪一个区域 中国都不知道 所以当长征5号B开始降落的时候 第一个各国的国安单位都是高度警戒 第二件事情是各国的网友 都是非常非常兴奋 都是看热闹一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 非常非常多的国家 包含阿曼 沙udi 阿拉伯 约旦的死海上空 甚至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甚至还有飞机飞的过程中 都有看到长征5号B 坠落的画面 这些画面都被po到网路上 让所有的网友来围观 来惊叹 怎么会有一个国家 夸张到社后不理 有点 你把影片拍摄 我给 有点 我给 有点 我给 我给 你从这些目的 谁让我 Campbell 它已经有着用了 好像 吃 Gail Gail 吶 那是 Gail 吶 吶 他 O 吶 吶 芯 那个 宫 Gail that's it look it's moving Gail that's the thing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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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look at it it's that's it moving oh shit it's heading now towards no Gail that's it 可是当然站在乡民或网友的角度 当然是看热闹 刚才画面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很几乎想说太离谱了 可是站在非常非常多的国家 包含欧盟甚至包含美国 甚至包含台湾的国安单位或太空单位 这是一个灭顶之灾 没有人可以承受 这个这样的火箭掉到自己领土上面 所以各国都开始进行了火箭的预测 大家都希望可以预测到 这个火箭的落点在哪里 这个火箭的落点的时候 也变成各国现在的军备竞赛 哪一个国家预测的最准 这个国家其实某种程度 也代表它的军事科技 或它的太空科技 站在世界的最顶端 第一个是欧盟太空监视与追踪机构 它释出的火箭预测的落点 它那时候在预测说 长征五号B的残骸 最弱时间是格林威治时间 礼拜日的凌晨2点32分左右 因为台湾是GMT加8 所以说它的预测时间 其实就是台湾时间上午10点32分 可是它的误差时间 是前后139分钟 而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太空研究中心 这是办公家的 它其实有预测出来说 它预测时间是格林威治时间的 上午3点02分 就是台湾时间的上午11点02分 误差时间是前后两个小时 其实你看欧盟误差时间是前后139分钟 然后美国资助的半官方的私人的研究机构 误差时间是前后两个小时 就是120分钟 可是美国的太空司令部在这个误差中 坦白说我认为真的是最准的 美国误差太空 美国太空司令部预测 火箭产还会在格林威治时间 礼拜日也是礼拜日 早上的2点11分 就是台湾时间的10点11分 最弱误差时间为前后一个小时 然后前后一个小时 你看是10点11分 中国有预测 中国预测是礼拜日的上午10点12分 进入大气阵 误差时间会前后16分钟 你看美国的太空军跟中国太空军 几乎预测同一个时间 一个是10点11分 一个是10点12分 当然中国的误差时间比较短 他说误差时间会前后15分钟 为什么 因为这个火箭是中国的 在火箭坠落的过程中 你预测你需要非常非常多 这个火箭的参数 不是只有单纯长宽高 还有它设计的表面积 它的流体力学等等 这个东西只有中国有 在只有中国有的前提之下 确实中国最后预测是最准 因为最后是在10点24分的时候 从进大气阵 而中国是预测10点12分 可是美国在太空军 在完全没有任何资料中 单凭轨道的过程中 去逆推这个火箭的 可能的流体力学 然后去预测它未来降落时间 跟中国只相差一分钟 所以这个准确度是非常非常夸张 最后它掉到哪里 真的是命悬一线 它差点砸到人 最后它掉落的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斯林兰卡的西方 这个海域你可以看到 它距离斯林兰卡非常非常近 距离印度也非常非常近 然后进入大气层之后 掉到印度洋这边 印度洋跟阿拉伯海这边 应该是阿拉伯海这边 而且你不要以为 它距离斯林兰卡很近 它更近是什么东西 距离马尔蒂夫的友人岛 只有42公里 这个友人岛 其实上面是有度假饭店的 当然现在当然是旅游淡季 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没有什么人去这边度假 可是问题是 你掉到这边的时候 即便没有人对 第一个上面有人类的建筑物 第二个可能有饭店的员工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东西 所以中国这一次确实 它的长征五号B的摇二火箭 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对中国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面子 我把我的核心太空舱丢上去 可是它在整个后续的设计 会发现说 中国在整个太空的 科技跟太空的能量 远远不足 甚至我要举一个20年前 将近20年前的例子 也是2001年的例子 那个时候是俄罗斯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 俄罗斯其实它是有国际太空站的 那个时候它有一个和平号的太空站 在1986年2月20号升空 很久很久以前的科技 距今36年前的科技 然后它在1986年的时候升空之后 变成中国的 俄罗斯的国际太空站之后 经过15年的飞行 非常非常多 有12个国家 135名的太空人 都去造访这个国际太空站 在里面做了16500个科学实验 以上的科学实验 1万多个科学实验 可是到2001年的时候 俄罗斯认为 它的使用年限已经倒了 你再怎么样也不行 所以到2001年的3月23号的时候 俄罗斯官方 正式让这个所谓的和平号太空站 进行脱轨作业 所谓的脱轨作业也是像我们一样 要让这个太空站重返大气层 可是重返大气层的过程中 也是美感像我们一样 你要在预定的时间 在预定的轨道 让它重返大气层的时候 你才能掉落在 你预计的无人范围之内 而最后 俄罗斯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你看 它最后俄罗斯在 2001年的技术 俄罗斯 它掉的是非常非常准确 第一个它预计掉在纽西兰 这是纽西兰 这是澳洲 纽西兰跟南美洲 阿根廷中间的海域 中间这个海域 太平洋海域 其实是非常非常宽阔 其实你如果去看 整个世界地图的海域当中 这个海域其实是非常适合 坠落所谓的火箭或是卫星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这边的浮原 其实比大西洋还大 第二个这边的林山小岛也不多 所以在这一块 其实坠落过程中 其实你是可以误差 有前后两三千公里的 所以你看 俄罗斯太空站规划是说 从几公里内开始燃烧 几公里开始解体 然后几公里解体结束 然后最后会进入到主要坠落地点 然后最后到最后的最最终的坠落地点 撞击区 这东西其实俄罗斯都已经规划得非常非常完整 在坠落之前俄罗斯就在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主要撞击点跟最后撞击点 这边画出一个长六千公里 宽两百公里的区域 其实听起来很大 可是你这个长在太平洋中完全是可以接受 宽两百公里更窄 就是这个小长方形 作为警戒之地 你一开始设计为警戒之地 其实对大家来说相对就安全很多 也对很多人来说 反正我就去监控你 到底有没有照着你原本预定的轨道走 最后结果俄罗斯确实也在警戒区 长六千公里 宽两百公里的警戒区之内坠落 没有造成任何人的危害 所以说其实你看 中国当然是致力于发展所谓的太空科技 致力于去做这个所谓的太空舱 致力于发展所谓的太空科技 致力于希望可以平视西方 可是从这个长征五号B的遥二火箭 你就可以发现中国其实距离现在 不管是美国或俄罗斯的技术 还非常非常遥远 俄罗斯2001年就可以做到 在一个六千公里 长六千公里宽两百公里的范围之内坠落 而美国更不用说 2016年就最多做到让火箭垂直降落在一个范围 可能只有几十平方公尺的海上发射平台 然后而且还可以回收之用 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就可以看到 可以明确地比较出 美国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太空实力 所以我希望中国不要再贪大求快了 你让一个外太空生物不受控的掉到地球 太空物体不受控的掉到地球上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它不只让你们中国被大家看破手脚 更造成全人类的危机 今天是运气好 距离有人的小岛只有42公里 你如果稍微慢个零点几秒 或快个零点几秒 可能就会撞击到有人岛 你如果快个一分钟或慢个几分钟 可能就会掉到印度的国土之内 这东西都是非常令人不能接受的 所以中国请你不要当世界的troublemaker 你要发展你的太空科技 大家都没有理由去反对 可是当你发展太空科技的过程中 没有把人类的安全放在首要任务的话 其实坦白说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资格 去做所谓的太空任务